HELLO 大家好,我是POKEMON的言之志 今次繼續劇情 上集說到來到這個... 賭場 這個遊樂廳裡面 發現有一些新的小遊戲 就是這個卡牌遊戲 其實我已經只有9張 因為我只用9張 都已經贏了 都不需要用什麼卡牌 今集回來就打一些主線劇情 因為太... 沒什麼玩了 應該就要去打道館 我們先來這裡看看 這個阿伯是... 到處都是美女 這個就是Edica的道館 是改一個格局 比以前就有點不同 他用的是草 我們用火恐龍 道館只收女生 這個呢 Edica好像是 插花斑的 插花活動的一個... 一個人 一個主辦單位 我記得一部記錯的話 為什麼他這麼厲害 可以打了我這麼多血 他多了 可以買這些東西 哦 他是不是... 29 哦 28 怪不得 怪不得會死 用這些技 呃 鬼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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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哇 已經擊中了要害 這個傷害 這麼嚴重 這麼嚴重 悲悲料 哇 麻痺粉 哇 打了30血 這麼多 幸好他對面也傻傻地 好會對面的AI不算很厲害 OK 好 龍捲蜂 這好像是特攻 哦 龍技 沒什麼用啊 龍技 鬼屍呢 鬼屍呢 應該進化了 鬼屍呢 對啦 暗影拳 嚴嚴都無所謂啦 還是要留一留 哈哈哈 禍不單行特戰 以牙橫牙 是 其實都好像沒有分別一樣 跟之前火虹那個導管格局 好像都是一樣 原來高過10呢 難怪啦 咦 但我們都快過去 嘩 嘩 這個已經是爆了激 了 證明這個level真的差距太大 喇叭牙 打死 烏 這些才是火系的傷害 鬼面這些不要 火恐龍沒時間再出變化技 嘩 這些就是特地 特地拆個性格和個體值的成果 也就是真思的流派 試這個個體值實力為一切 那些什麼基本也不需要 小智就是靠那些什麼什麼友誼之力 去到打導管 蛋蛋 有沒有機會秒 差點 那些人 兇 23吧 我們有買藥嘛 在這裡吃 免得回去 鐍免回去 麻煩 雨三當然是挑戰,但我進化了 應該都可以一下秒 真的不行了 龍路吧 這個龍路挺有型的 奇草 生長,他比我快 兩下龍路好像死了,試一下,測試一下 剛剛好 開不了 這個渡古簡直是火恐龍的星好地方 好,還有三個 燒 不用死 不要緊,升多兩三應該可以一下秒 燒 好,還差兩個 你的精靈太醜了,剛剛有沒有看錯 喇叭牙,喇叭牙這些沒什麼問題 一下秒 又是 圖無壓力 喇叭牙 如果在說這個艾叭牙管主的話應該會用 美麗花 霸王花 好像是霸王花 好像是霸王花 雞 每一天 還給了 顏色 超級的 超級的 我可以 嘩,這個吸收吸這麼多,不是吧 嘩,死了 應該是未至於輸的 維斯通呢? 暗影拳呢? 鍋後超少 嘩,吸我超多 嘩,其實這招應該會死的 對了,這招算LV,可以打死他 好,之後我們可以回去回血 好,打完所有的訓練家,現在可以打完 試一試管主的實力 歡迎來到我的道館,我現在心情差不想戰鬥 遲些再來怎樣 現在可以對戰了,因為這是道館的規定 我可以帶多一隻 我可以帶兩隻也可以 三隻可以帶 起草不帶 撞擊,沒什麼用 好,就這三隻吧 比加超,雖然沒什麼用 三打三,是吧 這個 32呢? 這麼高?32呢? 應該都要兩下吧 兩下 他的溶解翼很痛 換一換重 分散一下傷害 鬼斯通 然後我們用黑野魔影 嘩,他打幾下 嘩,怕落 你竟然是怕落 不要緊,打到傷害就可以了 萬騰掛 好像是防禦型 剛剛 剛剛好 咦,他不是霸王花 是臭花 劇毒的贏了 最後一招,龍之路 再見 怎樣 不算很難打 還要有霸王花 有霸王花應該是不夠打的 攻擊你獲得彩虹徽章 招式機給你 能量球 咦,這個是不是任務來的 這個好像也是可以拿的 伊貝 你想把他帶走 伊貝劇情 伊貝啊 遲些有機會再回來拿 這個就 劇毒寶珠 在他身上拿到 啊,講起這個 是不是有火箭兵團的劇情 這裡會有 看一下,16號道路 呃 這個是什麼地方 黑雲市發電廠 有這樣的地方嗎 發電廠啊 有些什麼在裡面 為什麼這裡是零零射射 我又說零零射射 有個這樣的色 咦 為什麼有個爛泥在這裡 這是什麼劇情 哇,得了臭臭泥 蛤 傳送到靜輝的發電廠 啊,但是 所以這個是一個 也是一個拿精靈的地方 給小哲靈 但是他沒有任何劇情講解 就是說他是單純 單純的一個 單純給你拿精靈的地方 OK 這個捕捉率很好啊 不會說太低 不知道劇情要去哪 他也沒有說到應該要去哪 那我們直接去小熊市 他會不會有說到有東西可以變 護符金幣 以前就是要圖鑑才有 才可以拿這個道具 但是現在好像不用道具 不用踩單車 這裏要踩單車的 正常 他會強迫你踩單車 這個 鷹面側面 我們這裏很多都可以跳過 就跳過 這裏 好,很多 很多訓練家在這裏 如果這裏打完這裏訓練家應該有十幾個 差不多十幾個 鐵甲杯 33厘 挺高的 因為我跳過了那些人 應該火也可以 背殼夾擊 差點死 背殼夾擊好像是水技 夾中火龍應該會死 OK,非常好 十八號道路 咦,這個導管為什麼在下面 大獅頭 外收換大獅頭 這個不是假導管 我懷疑這個是假導管 小龍導管 奉毒行天下 真的是他這個導管 那這邊呢? 這邊還有沒有導管 噢,所以這裏他沒有了導管 原來不是假的 是真的 只不過是把導管搬到旁邊 好,OK 我遲些再過去 先來探索一下這個地方有些什麼 是不是有狩獵員 對,有狩獵員 咦,你覺得你有資格進入狩獵 咦 去資格 賭徒 蛤古龍 35 很難打 龍佬 龍尾 沒有中到 OK 應該換重 其早 你也要死 再見 再見 嘩,好硬正 這麼硬正嗎 都贏到 雖然我跳過這麼多訓練 還有我升起一件事 我們不是要拿學習裝置 好像是 咦 竟然沒有了他的上層 看看獸獵區 500元 一樣 特殊的獸獵球 嘩 大隻牛 我覺得你狠太龍 這麼個人 周圍都可以拿精靈 這裡 葉子石 他好像周圍都 咦 周圍都封了 可能根據你的進度來開放吧 就是跟 綠寶石 綠寶石好像都是根據你的進度來開放給你 嘩 嘩,好慢 這個 這個捕捉太慢了吧 如果他採用獸獵員的捕捉率 嘩,這樣很辛苦 捕捉你有點精靈 再配合這個這麼慢的捕捉 動畫 這個動畫很慢 等一秒 等兩三秒才開始搖滴一下 可以走了 退出 退出狩獵 沒什麼特別的地方走 這個又在拿嗎 獲得了大衝 這個是道具 大衝鴨那個道具 不知道增加爆擊機率 父親是這裡的道館管主 他的道館在城鎮的郊區 父親是管主 他真的是誰 他也是管主 當他爸爸成為了天王的時候 他就是管主 這個是什麼地方 拿的 鐵炮魚 沒有東西的 好,這個 先打這個 雖然這個其實好像不用打 毒氣丸 33 算高 我們噴火龍 不是,我們的火恐龍都有點了 但是還可以 但是死了 火恐龍雖然有點了 但是還是死了 還是要靠我們的比加超打 尼多王 赤尼龜 嘩 嘩 好像很厲害 嘩 哈哈 好像有點厲害 嘩,不行 贏不了 噴火...我想 火恐龍也贏不了他 他就這樣一個逐步擊破 鬼斯通 鬼斯通 能不能贏呢 這隻蟲 應該是飄浮 飄浮就是救特性 是不是呢 還是緊貴才轉了特性 我忘記了 毒針 嘩,有機會贏的 有機會的 對面有毒針 我們鬼斯通是圓黑他 尼多王這個 這個招式表 如果他沒有學其他技能的話 尼多王多數只有地面技 毒技和普通技 這三個 最多可能只有那些蟲技 全部都打不進鬼斯通 我們就可以靠這個優勢 屈死這隊 OK 所以看得出這個遊戲的難度也不算很高 因為他沒有特地學一些 那隻精靈原本 原本要特地學的技能 例如那些招式機 那些 如果他是跟回原生Pokemon那種 技能表 其實就有點廢 你看看剛才的尼多王 用毒針 聚氣 逐步擊破 即是打擊點的屬性 只有普通和毒 所以其實沒什麼特別難打 OK,繼續打過去 我們看看打不打得贏 如果他越來越難打 可能要等 升多一點點 感覺好像未必夠 一隻尼多王 看清楚這個差距 酸逸炸彈 燒傷 非常好 這個燒傷的效果也不錯 嘩 儲存 這裡 轉一轉鬼絲通 轉鬼絲通來 分散一下傷害 然後再用暗 黑夜魔靈 黑夜魔影 對面都幾快 雖然他高我五 這招是一招 不是很厲害的火技 這招是一招雙打用的火技 大針鋒 好,放龍 好可怕 含火 飛彈針 沒事 有抗星 這個飛彈針 為什麼他的動畫 是調轉了 他的針 就是把針調轉了 唉 不死 又要分散傷害 應該真的不夠打 我想打到最後那個 導管管珠應該未必夠打 這裡用 唉 他沒有一招先制技 嘩,金魔應該比他快 阿柏怪 照用 威嚇 孫逆炸彈 對面用多一下就死了 對面 嘩,這招孫逆炸彈 很快 因為降了兩級特火 降了太多 所以他第二招打我超痛 好了,我想應該未必夠打 好了,今集時間就來到這裡 等下集回來再看看 升一下少少力 然後再去挑戰管主 好了,各位拜拜 掰掰 好,待會兒 掰掰 好,我們來跟他們 還有一段時間 這邊是一個 買一顆 好,我們去買一顆 好,我們再次買一顆 好,我們再買一顆 好,我們再買一把 好,我們再買一顆